宠物伴侣带来欢乐的同时 可能也是麻烦的制造者 据报道 近日四川崇州一小区 恶犬扑倒并刺咬二岁小女孩 女孩目前仍在医院治疗中 我们总能时不时的听到 甚至看到狗伤人事件 有数据显示 我国每年大约有四千万人被猫狗咬伤 在为伤者捏把汗的同时 不少朋友也想知道 不幸被狗咬了 除了找狗主人赔偿 有什么保险能赔 怎么赔呢 首先我们要算笔账 被狗咬伤之后 要及时打狂犬疫苗等 花费大概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如果上庆严重的话 治疗费用可能会达到数万元 很多人联想起了 保额动辄百万元的意外险 是的 如果不幸被狗咬伤 咬残甚至身故 只要符合意外伤害的条件 意外险就能赔 多数的产品不仅保额可达到百万元 还具有零免赔额 百分之百报销 投保门槛地等特点 除了意外险 通常带免赔额的医疗险也可以赔 不过必须是在住院情况下 才可以报效 若被狗咬伤情况严重 达到重极限理赔标准 也可以申请重极限理赔 而如果不幸被咬身故 受险按照保额赔付 其实宠物主人也有保险可以买 比如宠物犬责任险 几十元可以保障 造成第三者伤害的赔偿责任 不过这类保险的投保要求比较严格 不仅需要宠物有健康症 还不能是非法饲养的犬类 饲养的犬也不能连续多天 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等 对于买保险 很多人持有不同的态度 有的人可谓是买买买 而有的人还在纠结保险是否骗人 以上述意外险等保险 是否有购买必要为例 答案还是因人而异 也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保险方案 有的意外险分为基础款和升级款 小心了解到 基础款保费一般为每年几十元 主要保障轻创爆炸费用 而百元左右的升级款 才对上千元的狂犬疫苗注射费用 进行赔付 在购买相关保险时 还要重点了解保险要素 比如哪些情况保险赔不赔 最高赔多少 多少元起赔等重要的信息 虽然保险能从经济层面买单 但为了避免不发生意外 宠物主人看管好宠物 不论是玩还是大人 对陌生的猫猫狗狗 适当保持距离则更为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